绝对是灭把死的最憋屈的一次 发动宝石能力 轻轻打个响指 结果却是自己化成了灰 在第一季的结尾 黑暗奇异成功打败六宝石傲创 并将其封印在口袋宇宙中 而他也担负起了 看惯和保护宇宙的职责 此刻他再次找到 被困在1602年的卡特 并说出只要卡特帮他做件事 就可以送他回到元宇宙 而一场多元宇宙大战也即将开始 随后 两人来到无限制圣所 这里存放着无数被封印的英雄角色 他们都是来自各个宇宙 博士则称呼他们为多元宇宙杀手 他找卡特帮忙救世 为了抓捕一位意外逃出封印的杀手 很快卡特来到了一个 被九头蛇摧毁的世界 突然一个陌生身影将卡特撞飞 杀手证实新英雄卡霍利 但让卡特意外的是 卡霍利说博士才是真正的 多元宇宙杀手 被他封印的不只是反派 更有众夺正义的英雄 正当二人说话之时 博士突然出手 将两人带回了圣索 博士释放法术准备封印卡霍利 卡特也终于知晓了博士的计划 而这也让卡特选择出手 这让博士不得已对两人发动攻击 卡特还想反击 然而认真一拳 甚至不能撼动博士的法术护盾 眼见卡霍利即将被封印 卡特扔出盾牌 释放了大厅内所有被封印的角色 博士只能先对付这些人 而卡特二人则准备先摧毁锻造物 圣索大厅内无数平行宇宙角色展开乱斗 博士穿越出现 施展法术将其尽数抓捕 而奔逃的卡特二人也遇到了麻烦 丧尸旺达再度登场 旺达率先发动攻击 卡霍利对战旺达 法术碰撞之下他根本不是对手 好在及时使出传送魔法 这才侥幸逃过 地面上卡特苦苦对战无数小兵 突然 所有丧尸都朝着绿光下跪 原来是强大的死亡女神海拉登场 双方阵雨开打 可突然毁灭阿斯加德的大罗斯再度出现 死对头见面分外眼红 两人再度纠缠在一起 继续前进 前方传送门开启 六宝石灭霸出现 刚欲发动能力 突然一个响指 他就再度灰飞烟灭 阴影中缓缓走出的阵势 第一季大结局里的六宝石金钱豹 卡特认为对方身上的无限盔甲 正是他们对抗黑暗奇异的关键 卡霍利文言直接使出传送能力把盔甲脱下 并把金钱豹丢到了混乱的大厅里 而卡特则穿上六宝石盔甲 但就在这时 黑奇启动了锻造路 两人赶紧讨了过去 一场大战就此开始 宝石加持下卡特终于击中了黑奇 瞬间照出黑龙朝着两人攻去 一番缠斗过后 发动力量宝石将黑龙彻底引爆 卡霍利利用速度优势 不断对其造成骚扰 这给了卡特蓄力一击的强力破坏 眼看熔屋即将不稳 黑奇一招弹开卡特 可空间宝石的运用 却给了盾牌无限制出击的能力 这逼的黑奇直接召唤出了分身 而卡特也照虎化猫 用线使宝石幻化出无数分身 又是一场大混战 这时黑奇使出幻觉魔法 将卡特带回到了注射血清当天 这次他可以不用打下血清 并和深爱的史蒂夫在一起 但一只不经意的花蝴蝶 让他瞬间清醒 更是给了黑奇狠狠一拳 黑奇也没有了耐心 直接打开无数传送门 想把多元宇宙的角色 都投进锻造无限制 但卡霍里的空间能力过于强大 又将众人反向送回了地面 黑奇释放聚首魔法控住对方 献祭仪式继续进行 卡特使出时间宝石 强行将空间再度逆转 但时间宝石可不是他的专属 一波三折之后 重反他也不甘愿成为祭品 他们都把自己的武器丢给了卡特 让他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强的多元宇宙队长 各种神器的加持下 黑奇被两人不断围殴 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这也让黑奇提内的论魔彻底苏醒 内心的执念在这一刻彻底控制了黑奇 论魔形态无比强大 即便两人手握神器也难以对抗 石环雷神之锤更是相继被毁 连身上的无限宝石都被打落地面 在卡霍里的配合下 卡特手握无限宝石直接锤爆了黑奇 提内论魔被驱散 眼看断造炉即将爆炸 卡特左右欧拉不断 恶魔还想拉着卡特垫背 但还是被黑奇最后的善良阻止了 他们一起掉进了熔屋 最后观察者救下了卡特 也将卡霍里送回了元宇宙 而黑奇的愿望也实现了 那个被他毁灭的世界成功复活 只不过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了奇异博士 观察者想带卡特回家 但他则希望能走一条风景优美的路线 下一秒 一颗新生的世界树出现在他的面前 而坐在其中的正式洛基 当然这可能是下一季的故事了